一口气看完西周275年历史 周朝是中国历史上继商朝之后的第三个奴隶制朝代 也是奴隶制度的鼎盛王朝 周朝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时期 公元前1056年 周文王姬昌去世后 其子激发继位 是位周武王 周武王继位后继承父亲遗院 重用江子牙、周公弹、少公室等人治理国家 使得周国日益强盛 公元前1048年 周武王与各诸侯国在孟金举行逝世仪式 为灭伤做准备 使称孟金之会 公元前1046年 周武王联合各诸侯国发动灭伤之战 双方在牧野展开决战 结果商朝军队毫无斗志 镇前倒戈 商军大败 商周王逃到露台自焚而死 商朝灭亡 使称武王克音 同年周武王定都于昊京 建国号为周 史称西周周王朝建立后 周武王担心诸侯叛乱 为了巩固政权 实行分封制 把王族、功臣以及贵族 分封到各地做诸侯 先后分封的尤汝、齐、燕、魏、宋、晋、晋、国等 七十一个诸侯国 公元前1043年 再为三年的周武王激发去世 其子激宋继位 视为周承王 由于周承王年幼 由叔父周公代摄政 公元前1042年 因周公代摄政 引起拐书、菜书的不满 并勾结商周王的儿子武耕 联合东夷部族反叛周朝 史称三间之乱 同年 周公代率军东征 东征持续了三年 最终平定了管书、菜书、武耕联合的武装叛乱 并消灭了参加叛乱的五十多个小国 把周朝的统治地区延伸到东部沿海地区 史称周公东征 公元前1037年 周公代还政于周承王 周承王亲政后 继承父亲周武王的遗院 对外不断攻伐怀疑 用武力控制东方少数民族地区 并在络绎营造新都 以便更有效地统治东方地区 公元前1021年 在为22年的周承王积送去世 其此积昭继位 是为周康王 遵周承王遗诏 由赵公氏和毕公高福正 继续推行附近周承王的治国政策 使社会安定、经济繁荣 文化昌盛 无力达到鼎盛时期 史称成康之治 公元前1015年 周朝开国第一功臣江子牙去世 享年100岁 晚年的周康王喜好征伐 与鬼方、蓝方的怀疑和京楚长年交战 使国内经济陷入困境 为赵王时期的衰落 埋下了伏笔 公元前996年 再为25年的周康王子姬去世 其子姬霞继位 是为周昭王 公元前982年 鲁国发生政变 鲁幽公被其帝鸡废杀害 夺取侯卫 自称卫公 周昭王知道后 不发兵征讨 也不兴师问罪 致使天下势强凌弱的现象屡屡发生 公元前980年 周昭王率军对东夷各国进行军事威慑 这些方国部落对周王朝失服失派 同年 以楚为首的方国部落 进犯周朝疆土 周昭王集结大军 先向东夷进兵 各国见实力悬殊 纷纷归顺 至此 周王朝加强了对东夷诸国的控制 公元前977年 虎方 京楚 和杨岳三国再次反叛 周昭王亲率六十南征 以元老重臣方书为将 率兵车3000讨伐叛军 双方在汉水爆发了多次大战 最终周王朝军队平定叛乱 周昭王也在凯旋回尸途中 落入汉水溺水身亡 在位21年 史称昭王南征而不复 同年 其子积满继位 是为周穆王 周穆王即位初期 并没有像周昭王那样 靠武力 征伐四方 来平息国内各种矛盾 而是历经图治 发展国内经济 并制定了 末 义 宾 公 辟五大刑法 从而使天下再度安宁 同时 西方边缘的犬戎势力逐渐强大 阻碍了周朝与西北各国的往来 公元前964年 周穆王亲自领兵 对犬戎征伐 此次征战 以周军获胜告终 并俘获了犬戎武王 公元前959年 周穆王在两征犬戎后 继续西伐大军进军至昆仑之秋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有史料记载的 中原与西域的交流 公元前922年 在位55年的周穆王积满去世 其子积义户继位 是为周公王 周公王继位时 因其富周穆王远游 耗费了巨量财富 使得国家财政十分空虚 经济上渐渐难以支持 周王朝的国势开始衰落 周公王为了维持天子的架子 只得打肿脸充胖子 将土地卖给诸侯和大夫 从而增加了国库的收入 致使周王朝的土地越来越小 周天子势力越来越弱 公元前900年 在位22年的周公王去世 其死基奸继位 是为周一王 周一王继位后 政治日趋腐败 国势不断衰落 公元前898年 北方的敌人严允 入侵周王朝边境 疯狂抢劫周人的财物 杀死许多西州百姓 周一王急忙争调各诸侯国军队 联合出兵 北征严允 双方展开激烈的战斗 经过数日交战 严允军被击败 严允被迫逃往太行山 公元前896年 由于西戎屡次进犯商朝 周一王被迫将都城迁往全秋 营造新渡 公元前894年 周一王派遣国公帅师北伐犬荣 结果周军大败而归 公元前892年 在位八年的周一王基监去世 因太子机械 懦弱无能 最终他的叔父基辟方 发动政变 夺取王位 示威周孝王 周孝王虽然是篡位称王 但他是周王朝难得的中兴之主 他在位时历经图治 整顿励志 改善了国内经济 公元前910年 周孝王不忘周朝遭受犬荣入侵之辱 太险深侯率领六师西征 大败西戎 并迫使西戎献马求和 公元前905年 飞死魏周王室养马三年 马群大增 魏周王朝军事加强了力量 得到周孝王的赏识 霍丰秦帝 为周王室的附庸国 成为秦国史丰军 号称秦盈 公元前896年 在位六年的周孝王姬辟方去世 诸侯拥立周一王之子姬谢继位 视为周一王 周一王在位时 周王室处于衰落阶段 因此 一些诸侯有的不来朝贡 甚至趁周王室衰落之际 起兵反叛攻打周王室 公元前883年 周一王听信 继国国军继阳侯的谗言 将其国国军齐哀功通杀 从而导致周王室与诸侯矛盾加深 公元前879年 在位八年的周一王积谢去世 其子姬胡继位 视为周立王 周立王继位后 贪图财力 横征暴敛 百姓都公开议论他的过失 周立王为了压制国人的不满 另位国的巫师 兼是那些议论的人 巫师告谁议论 周立王就杀掉谁 结果人人自危 最终酿成国人暴动 公元前842年 百姓不怨而同起来反叛 袭击周立王 周立王被迫逃到质地躲起来 国人平息怒气离去后 周王朝无处 赵穆公与周定公 被推举共同执掌国政 史称共和行政 公元前828年 在位36年的周立王积胡去世 赵穆公 周定公 以及诸侯雍立太子激进继位 视为周宣王 周宣王即位后 会消除周立王暴虐政治的影响 任用赵穆公 周定公等大臣 整顿朝政 缓和国内外不安定局面 使已衰落的周朝王室得到复兴 诸侯又重新来朝 史称宣王忠兴 晚年的周宣王不断专行 不进中严 滥杀大臣 加之不断地对外用兵 接连遭受失败 极大的消耗国力 加剧了周王朝的社会危机 使宣王忠兴成为曇花一现 为西周灭亡埋下伏笔 公元前782年 在位46年的周宣王去世 其此积公升继位 视为周幽王 周幽王继位后 臣眠九色 复礼国事 重用兼臣国时赋 主持朝政 加重对百姓的剥削 引起百姓强烈不满 公元前780年 都城浩京和附近的京 位落三条河川 都发生震动 国内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 同时也加速了西周的灭亡 公元前779年 周幽王讨拔包裹 得到包四 此后 周幽王便整天陷入温柔乡中 不能自拔 包四不爱笑 周幽王为了不得包四一笑 点燃烽火台 戏弄了诸侯 之后又多次点燃烽火 导致诸侯们都不相信周王朝 公元前774年 周幽王废掉王后身后 和太子姬一舅 毕宠妃包四为王后 并加害太子姬一舅 引起身后的父亲 申侯的不满 公元前771年 申侯联合曾国 西方的犬戎 攻打周幽王 周幽王在离山下被杀 犬戎趁机掠走大量财宝 至此 降过275年的西周灭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